老爸昨天中午你干嘛去了 那个时候你老爸肯定在上班呀 对呀对呀 当时我和我的美女老板在他的办公室激烈的 玩四人斗地主 哦是吗 那我怎么看到你从隔壁王阿姨家偷偷摸摸走出来 什么 老公难道你 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难道你丢了工作 怕我们知道之后产生压力 所以白天才躲到王姐家里去 我看他就是跟王阿姨有一腿 哈哈哈哈 你们都错了 哦那我就放心了 我和你王叔是真爱啊儿子 啊 老婆 对不起 我辜负了你 没关系 我理解你 啊 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 你说吧 我不会介意的 其实认识你之前我整过容 我不在意这些 整了五十次 你这是诈骗 你还背着我去找小三呢 接受不了就离婚呀 渣男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了 谁是你爸妈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 啊 老公你怎么能把这些都告诉他 他还是个孩子呀 闭嘴你这个伪娘 啊 不是说我永远不提这件事的吗 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喂 怎么信息量突然这么大 我老子有点赚不过来呀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儿子这不是做梦 生活就是这样 处处充满着惊喜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在我的家里 他又是谁呀 搬家后半年都没有告诉你 这房子其实不是我们的 啊 其实我和你妈妈都不是地球人 啊 时间到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要好好活下去啊 加油 儿子 啊 不要起来 小伙子 其实 我是你未来的儿子啊 爸爸